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个新闻 我们的首相SAPLI呢,他刚刚做了一个宣布,就是说呢 我们的政府呢,现在是非常的困难控制这个物价高涨 然后呢,唯一可以做的东西呢,就是继续的补贴这些物品 然后呢,就是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 OK,当然,政府呢,津贴这些物价呢,这个是一路来都用的政策啦 OK,从来都还没有改过啦 当然这个政策呢,肯定是好的 肯定在某个程度上呢,一定是减轻了人民的压力 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这个物价高涨的问题 而且这个政策呢,还可以撑下去多久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种政府补贴物价呢,不可能永远补贴下去喔 它总会有个镜头的,它总会到一个时候啊 政府已经没有办法拿出多余的钱来补贴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们就试试了,OK 所以我是觉得啦,如果我是政府的话啦 是时候应该要想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长治久安的 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呢,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方案 可以把这个物价呢,控制到最低最合理的程度 OK,其实我是认为啦 所谓的物价呢,讲究的其实就是供需吧 供需法则就是说呢,无论你卖的是什么商品都好 它的价钱永远是由供需来决定的 当你的需求大过你的供应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起家 可是当你的供应大过需求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下家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吧 现在的马来西亚的物价呢,如果一直高涨的话呢 只能够是一个原因罢了 就是呢,这个供应呢追不上需求 就是呢,需求一直在提升 然后供应或许是一直在减少 所以这种情况呢,才会导致这个物价高涨 所以呢,如果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还需要从供需这方面来下手啦 OK,我是认为如果啦 我们的物价一直高涨高涨的话呢 我觉得最合理的方案呢 应该是政府要想办法 就是呢,这些东西的货源 要多元化一下 就是,我比如说一个 我们最简单的柴米油盐里面的米就好了 OK,这个米 现在如果说我们的米 马来西亚的供应就是这么多 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本地的价钱 来供应就是这么多 然后需求很大 需求一直在增加 然后供应并没有增加 所以呢,那个米的价钱才非必要 我只是用米来做一个比喻啦 其他的货物也是如此啦 OK,这种情形之下呢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米价下跌 或者是我不说它下跌啦 我就说控制在最合理的程度啦 要怎样做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这个米的供应开到无限大 OK,你身为一个国家政府 你可以怎样把这个米的供应开到无限大 就是要多元化它的那个入口的管道 我说这个其实是有一点非常笼统啦 细节改怎么做 这个就要问一下政府 还有有关方面的那个部门 OK,就是一个原则就是 政府要开放国门给全世界最便宜的货源 最便宜的米的货源进来马来西亚 只要呢,马来西亚政府有心做到这一点 就是把全世界最便宜的货源 不断的涌入马来西亚的话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增加了这个供应 然后就可以跟这个需求呢,达到Balance 然后呢,自然而然这个价钱 它自动会降下来 OK,如果说了 其中一个物品 你马来西亚已经是去到近了 你已经是呢,用尽一切管道 把全世界最便宜的货都已经弄进来马来西亚了 然后那个物价呢 它自然而然呢,会达到一个水平 然后停下来 OK,那个价钱呢 就是你可以去到近最便宜的价钱了 那一个就是一个 它,我们就说好像油价这样自由上下浮动 它那个价钱呢,就是自由上下浮动 它就停在那边了 这就是一个最合理的价钱了 OK,没有,大家都没有得抱怨这个价钱 因为这个价钱已经是去到近的价钱了 只有这样呢,我觉得才是最健康的 怎样说最健康呢 就是呢,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呢,做生意呢 只有一句话,就是呢 煞头生意有人做 赔本生意没人做 一个生意呢 不管它风险有几大 都依然是有钱做的 只要有钱赚 但是呢,只有一种生意是绝对没有人做的 就是赔钱的生意 亏钱的生意没有人要做的 你不只是白费心急 而且你呢,也赚不到钱 还要亏钱 所以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买卖的生意都好 它的前提就是它必须要赚钱 然后呢,这些做买卖生意的商人呢 它每天呢,也是在供需之间平衡 它自己身为一个供应商 它每天都要在供应跟需求中间平衡 我说当需求高的时候 它供应这边呢,就要提高价格 可是它价格呢,高了过后呢 需求就会变低下来 然后到时候它又要把它价钱放低下来 ok,所以呢 它到最后呢,这些商家呢 它必然是要把一个价格调整在它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是它还可以赚钱 但是呢,又不至于把这个价钱开到太高 以导致它失去了竞争力 它必须要保证它把价钱开在一个程度 它还可以赚钱 但是它又不会失去竞争力 可是呢,如果这个价钱呢 一旦跌破它的成本价的话呢 这样的话,它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这个生意就已经是赔本生意了 它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呢,我刚才再重复我刚才的那个论点就是呢 这个生意,只要它有合理的自由竞争的话呢 然后它们不同的竞争者之间呢 它们会自动调整那个价格 它们会在供需之间自动调整那个价格 调整到最后那个价钱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然后呢,我们身为人民呢 我们也没有得愿那个价钱 因为自由竞争在那边 把那个价钱调来调去 到最后就是调到那个价钱 就是那个价钱了 所以我有点讲远了 我再讲回来了 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进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所有的货源上 不管是任何的物品 就是在国际贸易上 在这些货物的入口方面的政策 就是放开国门 给全世界最便宜的货源全部自由进来马来西亚 如此一来的话呢 马来西亚的供应啊 你要多少有多少 到时候呢 肯定所有价格都会降下来 我是认为只有这一个方法 到最后呢 你可以让这个物价真正的降下来 就是用供需法则 还有用自由竞争 这两条法则呢 把这个物价呢给定下来 好过你现在 你现在呢 如果你继续走回老路就是 你要实时控制让它物价 可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就只能政府一直补贴补贴补贴 几时才是一个镜头 不可能永远的 我们都知道补贴是不可能永远的 哪一天你政府没有钱过后啊 这个补贴突然间中断 而你又没有任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 这样到时候人民暴动都敢 而且呢 这一天其实很快就到来了 你要知道啊 现在马来西亚 单单要付给这个公务员的薪水 还有退休金 每年都在膨胀 这些钱呢 总有一天政府是拿不出的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他还给你补贴这些柴米油盐 你慢慢等 这一天呢 我相信啊 如果我可以活到80岁的话 我应该在我有生之年是看得到的 ok 好 so我再重复我今天想讲的 就是呢 我总结一句就是呢 我个人是建议政府呢 要从路口政策这边呢 来解决这个 物价的问题 就是呢 开放国门 给全世界最便宜的货源 自由的涌入马来西亚